下午社團時間 學生們拿著桌球拍 而教練則是從頭開始教導 為了推廣多元運動 戲子區的北風國校打造了桌球教室 並且邀請了專業的教練來指導 這一年下來小朋友也愛上打桌球 因為桌球很好玩 加強切球拉球之類的 剛好有這樣的一個很好的桌球運動 能夠在學校裡面推展 不管是民間的基金會 或者我們家長會 特別是我們北風國小的校友 我們議員這邊的一個大力的支持及關心 我們想說將這樣的運動 能夠向下砸根 讓我們北風國小的孩子 每個孩子都能夠享受這樣的運動的樂趣 北風國小我們有社團課 我們利用我們上課的課譽時間 來參加這個社團課 我們來的話我們會按照它的程度 初學的我們就用初學的教法 如果進階我們就用進階的教法 希望說我們這個 我們北風的桌球 能慢慢的 把它慢慢的 讓它有更好的技術 更好的成長 這樣 主要就是來學校 看一看北風國小 桌球教室推廣的狀況 也鼓勵孩子們可以參加我們 即將舉辦的桌球杯競賽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透過從小的向下砸根 讓這個桌球這麼簡單又這麼好玩 又這麼容易推廣的這個運動 可以在這個城市可以向下砸根 這一天身為學姐的新北市議員 白佩如也到學校關心 為孩子們加油打氣 並且下場和學生們比一場 而接下來由戲子水返角桌球發展協會 主辦的2024超行星杯全國桌球錦標賽 就要開始報名 今年北風國小也打算組隊參加 所以這陣子小朋友們也勤練球技 而這項比賽目前已經有200組報名 可以說是一開放就秒殺 不過為了推廣戲子桌球運動 主辦單位也特地留了名額給戲子 那也讓孩子們從小就培養運動的好習慣 那也讓這個城市的桌球運動可以更盛行 那非常感謝所有協助學校 還有推廣這個運動 所有的這個推行推動的這個熱愛運動者 也希望在這個城市的桌球 能夠越來越多人參與 也讓他的比賽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多人參與 希望推廣我們戲子桌球的風氣 那我們舉辦了第二屆的全國的超行星杯 全國桌球錦標賽 那這次我們也會有參加130隊 那我們戲子 我們會有10隊左右會參加 那也很高興說很多 像我們北風的校長很多的學校都支持 那讓我們在地的活動 讓我們的這個比賽可以辦得非常順利 那現在目前我們 我們一分鐘已經辦滿了100隊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大概三分鐘已經辦了200隊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的全國的組別已經都額滿 那我們戲子的部分 我們還在 我們有保留一些 讓我們戲子舉報這樣 保留名額邀請在地的國中 國小一起報名參加 這次戲子的桌球盛會 2024超行星杯全國桌球錦標賽 3月5號到3月20號開放報名 4月27號4月28號兩天 將在秀豐高中體育館盛大舉行 主辦單位也希望透過比賽 推廣在地更多人喜愛打桌球 達到休閒運動的效果 這什麼貝林戲子 蔡寶寶大